阿嚕哈 大家好 歡迎收看咪打戰爭時間啦 欸好 那今天的話 我們昨天經過了一場 蹦蹦雨雨 終於是把我們的音初音給大家抽出來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是終於給他畢業了 好險好不好 我們是這邊是抽到我們這個是 彈鏡圓絕好不好 罐頭真的只剩下172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希望是 有一波的補給啦 就是希望不要再開一些 就是很可怕的一些活動 我們就 慢慢的可以打一些關塔 然後慢慢的來用禮包來累積我們罐頭囉 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初音活動呢 三隻角色我們都已經抽到啦 也就是我們的初音 還有我們的精英靈跟精英連 還有我們的櫻花未來喔 那這三隻角色的話 蠻多人都說感覺櫻花未來 應該是這遊戲裡面的大獎物喔 我其實也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 他能夠讓那個異星戰士動作停止 而且又可以破壞護盾 而且又是一隻遠攻距離的角色 我覺得其實很上 還算是很不錯啦 但是這三隻一起上場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可以把那個什麼 就是可以把我們新手基本上會遇到一些比較可怕的敵人 應該都可以把他們給解決啦 因為畢竟我們的初音是可以打一個那個 紅色敵人 漂浮敵人跟天使敵人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精英靈跟精英連是可以打我們那個黑色敵人跟鋼鐵敵人的 然後還可以讓他們動作變慢 但是都比較不是那種主於大輸出喔 但是對新手來說的話 我覺得抽到這三隻的話應該還算是很OK的喔 來看一下我們的櫻花未來 來自虛擬世界的人氣歌手 宣告春天到來的特別歌姬 啊 遠距離範圍攻擊 使異星敵人瞬間動作停止 有時候能破壞我們的護盾喔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 必定停止還是有機會好不好 這個的話我們待會可以來測試一下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櫻花未來CC 來自虛擬世界的人氣歌手 帶來櫻花舞動春天歌曲的特別歌姬 使異星戰士瞬間動作停止有時候能破壞的護盾 然後是遠距離範圍攻擊的角色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玩一下那個 欸 先來測試一下啦 我們小小測試一下 絕滅海洋城的那個 還有海龜來者 來 海龜 海龜來王者好不好 那既然在這關卡裡面是有我們的那個就是古代種的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小打一下 因為今天還有另外的東西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有這個 玻璃跟我們的這個應該是夠 然後我們應該要再叫一隻我們的角色出來 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這邊的連組應該可以先拆了 我覺得其實還好 然後連組先拆掉 然後我們再灌一下那個 櫻花初櫻 啊我們把三隻初櫻都 初櫻系列都先叫出來好了 讓他們登場一下啊 然後我們待會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蠻重要的關卡 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那個好像是 全新的關卡這樣的感覺 好 初櫻 櫻花未來 然後櫻英靈精一臉 拿這個來打 然後因為這關的話有一隻大臉哥啦 所以那個大臉哥的話 我們就用那個 漂浮敵人的那個 鳳全溫地 欸用這樣來打一下喔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反正櫻花未來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必定暫停啦 我們先測試一下這個就好了 那櫻花未來這邊的話 他需求的錢量的話是3900喔 然後這邊比較麻煩就是 我覺得比較麻煩就是 嗯 這關破特不能讓他第一個先出來 讓他第一個先出來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我們先出一下這個然後 櫻花未來先出 喔有點慢有點慢 這隻走得很慢 OK 我覺得很慢的話應該還算不錯 哇塞 可是這邊一直懂 然後看一下是不是百分之百暫停 是百分之百暫停嗎 看起來連打到沒有打到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反正我們這邊漂流貓是很穩的 啊完了完了完了 這邊稍微有點小尷尬喔 因為我們的這個 櫻花未來這邊好像打不到的感覺 沒關係我們這邊還有班長貓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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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傳走了 oh my god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哈哈 好啦拜正拜正拜正 唉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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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點小機會的 我們先穩定一下陣線 大家不要大家不要氣餒 沒別氣餒 啊輸了 好啦這不行這樣打啦 我覺得這關的打法的話 我們再研究一下 基本上應該是先讓那個 漂亮貓先先穩定住陣線 然後在派破特出來 來暫停住小玄窩應該是可以的喔 那我們今天重頭戲不是這個 我們今天要讓大家看的是我們這個火口決鬥好不好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之前決鬥場的一個最新的一個決鬥口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這個版本的新更新的東西喔 那之前我們打過桃園的決鬥還有王霞的決鬥 跟星空的決鬥還有沙灘的決鬥 那今天的話就是我們的火口決鬥啦 那火口決鬥的話一樣有三個關卡 那第一關卡就超級難喔 那這個活動的話基本上就是單挑系列啦 所以你只能出一隻角色喔 好 那目前來說 喔這次還有初級條件喔 啊對對對就是初級角色只有一隻 然後這次的話有那個就是積分獎勵 還是每次都有喔我都忘記了 好像每次都有喔 對每次都有 那目前來說的話前面的話呢 每一關的話都不太一樣 這關有四個問號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關到底會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要派一個比較會單挑的系列喔 我們看一下誰比較會單挑 這邊的話用這個速攻部隊 反正有單挑王哈哈姆特在裡面應該不太會輸啦 來看一下啊 先鋒超級難 搞不好我們這關就敗掉了 今天是不是專門來輸的 哎呦火口對決喔 哇哇哇哇哇哇哇你這關 這隻有點大太大隻了吧 這隻稍微有點太大隻 我們先派他跟他跟他跳好了 加油啊漂亮貓你可以的 就只是暫停他而已不難吧 被打到一下然後 這邊就是給你機會的暫停 這加油漂亮貓 你要暫停到他喔 你不能輸喔 你輸了就 哎呦呦呦有這樣等一下 繼續暫停繼續暫停 幫我們拖時間 哎呦呦呦呦 你就慢慢打 哈哈哈 慢慢打慢慢打 這感覺會打很久喔 哎呦呦呦開始吃到暫停了這沒問題了 啊這應該穩的這應該穩的 哎呀 哎沒死沒死哎可以喔 好險我們這邊帶上的是漂亮貓啊 他可以跟我們這個 異星的樹懶抗衡一下 我覺得還算蠻沒問題的 然後待會的話 然後他把我們打死 我們就可以再開一下我們那個哈哈姆特出來 先開個貓砲喔 哎呦被打飛了打飛了打飛了 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繼續暫停 所以這關的話先幫我們超級難關卡 一開始會先遭遇的是我們這個異星的樹懶 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那待會等我們累積完錢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叫哈哈姆特出去了 所以基本獎勵關卡的話 還是要打一個速度啦 所以也是不能打這麼慢的喔 好暫停到了 然後看一下 剛剛已經一下KB了 應該是還蠻沒問題的 好第二下死 然後哈哈姆特出去 哎讓我出啊幹嘛 哈姆特快點 你是一個速攻角 然後看一下第二隻是什麼 第二隻天使馬哇賽 所以第一隻異星的那個 樹懶第二隻天使馬 我覺得這次的敵人好像都非同小可喔 好可以 但我們哈哈姆特也是非同小可的 不要忘記我們哈姆特是單挑王啊 還想跟我們打 關卡 哈哈哈 抱歉 抱歉 等一下 沒有這樣子了吧 等會喔等會喔等會喔 你不要鬧喔 等一下喔 你不要鬧喔 我覺得這隻有點太大隻了 這個火口有點怪怪的啊 八戒加油啊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可以可以可以 八戒喔 八戒 完全沒問題 這身材什麼都是一個優勢啊 直接優勢局開局好不好 而且 異星的這隻是異星加漂浮嗎 應該是齁 所以這邊八戒的話 對於我們異星 漂浮敵人算是一個坦克的角色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 打了我們漂浮敵人的話 應該也是蠻厲害的喔 加油啊八戒 把抱他 呦 試一下感覺可以了 下一個 下一隻不知道是誰 我覺得 欸第一關就這樣子了 我覺得接下來的話 應該還蠻恐怖的喔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喔 上了八戒 NICE 沒有問題 最後一隻是誰呢 我也是 喔 最後一隻感覺是黑熊的樣子喔 這不趕快給打 打掉 我們應該就要跟黑熊對面了 哈哈 不要鬧 八戒不要鬧 不要打到最後跟黑熊對幹喔 快 喔喔可以可以可以 打掉了打掉了 哇 欸這第一關 很困難欸 這沒有開玩笑欸 這有點難欸 喔第二關是極難的 我覺得這個關卡真的是蠻恐怖的 對第四次關是黑熊喔 那中間的話也是四個關卡 也是極難 我覺得這關的話應該也是有黑熊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關卡不簡單欸 這一次的這個活口挑戰真的是不簡單欸 居然是有 有那個欸 因為我們一心噴噴的 喔唷 這個 又是一個硬仗要打了 我們先看一下要出誰喔 這應該要先把那個他的護盾先打掉了 所以應該還是 就是先出個那個 先出個漂流貓試試看好了喔 然後收緊錢包 能夠暫停他應該就好了 欸 直接打掉護盾了沒問題 欸 nice 暫停暫停 我覺得這關欸 這一次的那個中這個啊 不是不是中間 這一次的那個什麼 這一次的這個單挑大會真的 你不要鬧啊 怎麼又是這種的啦 哇 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該怎麼辦囉 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我們之前都是用紅色的那個 二號機在打的 我們這一次不知道哈姆特能不能走過去欸 希望是可以喔 票有沒有感覺很OK喔 好 但我沒說不行喔 絕對不行喔 會被填爆 哈姆特這邊不知道可不可以欸 哈姆特加油好不好 先幫你個 先幫你個貓砲 欸不行 欸欸完了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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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掉了 我們今天運到了 最強單挑之大魔王 也就是我們的 長舌頭十幾獸 紅色十幾獸先生 好不好 真的沒辦法 只能看一下八戒了 八戒穩住啊 八戒應該可以吧 你是大坦克啊 你OK的吧 我覺得應該可以 八戒應該蠻穩 欸八戒很強欸 你甚至單挑大會 我就是真的帶八戒應該就可以穩定還蠻多的喔 目前看起來啊 目前感覺起來 加油八戒 你還可以被舔了很多次好不好 我相信你可以再被舔的 OK Nice 第三下打死 然後應該就沒 哇靠 好 再見了世界 這隻是 嘿嘿嘿嘿嘿 欸 沒有這樣子搞的吧 太扯了啦 欸這隻 第三關是我們的墳墓欸 這不行了這不行了 這不行了 GG 再見 世界 墳墓來也 而且本部打死之後的話應該 應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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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 沒辦法打死這麼快啦 所以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那個黑熊就要出現了 這關的話好像 欸沒有喔 第一隻星星第二隻是我們的那個誰 第一隻星星第二隻是我們的那個 欸獅羽獸 欸對欸 然後還有黑熊 完了GG 好啦這關 真的要再思考一下了 這關的話真的沒有那麼簡單了 哎唷不一定喔 我們的魚人貓表示 你把我放在眼裡嗎 而且我們這邊其實說真的 我們的那個 陸隊還算是蠻多隻的啦 搞不好還是可以喔 但是我覺得 最後一隻如果是黑熊的話 應該就很麻煩了 哎呀 我剛被捅欸 不是 他飛起來的時候 這太 這太這個了吧 剛好吃到招喔 好好我的送 上去上去 上去上去 兩下直接死 哇這關 看來也只有我們的初號金能夠跟他打 欸可以可以可以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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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關比較好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變成骨頭 所以這隻角色不會算死 我們可以直接出去打塔好不好 來 欸你死不了我們就完了完了完了 加油啊 正田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要加油 我相信你 你可以的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應該可以了 哇 欸這一個關卡真的還蠻噁心的 我是說真的 哇真的是厲害了 喔 3731分 也是有最高分沒有問題喔 nice 我們今天的話就是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火口決鬥的奇異 我覺得這關 欸這 這兩關卡真的是蠻嗨的耶 就是 沒想到裡面的對戰 居然是這樣子搞的好不好 我們明天再來把我們Coco決鬥的這個 最後一關關卡來帶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啊 我們前面的威脅是什麼啦 好 就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單挑大會 覺得真的是越來越精彩的話 可以幫影片點個喜歡囉 影片早上時間中 我是二點個晚上 六百萬 三千 有三千 影片要打開看一下啦 要是前面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掰掰